監視器畫面中 店員站在超商櫃檯內 突然間一名婚姻男子衝進店內 男子用毛巾遮住臉部 仿佛IS恐怖分子嚇了店員一大跳 隨後從毛巾抽出玉藏水果刀 抵住店員 大喊搶劫 我沒有錢啦 真的沒有錢 你媽 那個沒有錢啦 對不起啦 店員一再哀求嫌犯 表示自己已經沒有錢了 討價還價之後 還是被搶走現金三千五百元 得手後歹徒立刻離開現場 超商搶案就發生在 11號凌晨新北金山 警方6月監視器 發現騎乘腳踏車的嫌犯 身上穿著灰底黃字抄梯 非常鮮艷 經過比對 確認是轄區內的毒品人口 判險可能是因為毒品發作 欠去金錢購買毒品 警方在嫌犯住處 找到作案的水果刀及毛巾 搶來的三千五百元 已經被嫌犯拿去購買毒品 剩下一千零八十七元 訊厚被警方移送法辦 記者竹丁榮 曉志成 新北市報導 記者 曉志成